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现在这些偶像明星们已经到哪边了 王瑞玲交给你了 各位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王瑞玲 首先在这欢迎您收看今天的金钟奖颁奖典礼 颁奖典礼即将在今天晚间举行 我现在所在地是在台湾电视公司的大门口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是重新云集 所有的车辆在准备再送明镜到达会场 本届的金钟奖颁奖典礼是由电视的金钟奖的单独举行 可以说具有提升电视节目水准的功用 更是有肯定电视从业人员辛劳的价值 那么今天在我们的现场 而且还有明星席的票选明星 有80位明星将从我们台湾电视公司的大门口出发 到达国父纪念馆走上星光大道 这次台湾电视公司相当的细心和周到 在台市的12楼设置了一个小型的酒会 让所有的艺人共聚一堂 这次全部都是选出来的票选明星 在这里和乐融融 三台的艺人聚集在这里 将在这边稍事休息 我们将前往国父纪念馆的会场 这是一项礼遇 也是一项荣耀 所有的票选明星 还有金钟奖的贵宾 我们现在搭乘由台湾电视公司 所准备的礼车前往国父纪念馆 在前往国父纪念馆的沿途 浩浩荡荡的这个礼车车队 引起了所有路人的注目 大家一起跟我们参与了这一场金钟盛会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由王瑞玲所带领的吉普车队 现在已经进到了我们的会场 那么这些车上做的都是 大家票选的偶像明星 大家现在也很想看到 到底第一部车上做的是哪些明星 现在我们已经到达了会场 现在跟我同量称的是 邱雨婷 刘雪华和曾亚军 我们现在正式的要步入新方大道 谢谢 待会呢 八十位票选明星将站在这里 跟大家打招呼 大家呢也可以一睹巨星的风采 李以珍挽着绷叉叉的手步入会场 现在呢 葛湘婷先生呢 另外现在画面上有王瑞唯一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杰麦宁 张玉岳 这是沈梦生 陈沙丽 王淑娟 帅哥刘德凯 胡锦 汤志伟 我们看到的是 江后任 杨怀明以及迪音 迪音相当的幸福 有两位俊男相伴俊长 许昊平 陈美凤 他们两个相结入会场 现在我们看到郑少丘夫妇 关金华小姐 阿景涛先生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李立峰小姐 寇世循先生 张成光先生 以及时音最受欢迎的 综艺节目主持人 张飞先生 现在看到的是欧阳龙 以及陶静莹夫妇 不是 叶树珊小姐 是教育文化主持人的入围者 吴秀芳小姐 入围新闻采访奖 我们在这边 也先祝福他们 今天都能够得奖 王海波小姐 王海波小姐 龙龙先生 也是今年的入围者 我们掌声欢迎 王雅琳小姐 是入围 今年我们的最佳音笑奖 现在的两位入围者 进入了会场 分别是肖二小姐 丁雅明先生 今天晚间的金钟奖颁奖典礼的 星光大道呢 可以说是别剧创意 也是第一次的举行呢 相信大家已经看到了 相当的圆满 尤其要感谢的都是现场观众 这么热情的参与 是的 尤其呢 我们呢 可以看到呢 现场的观众呢 在现场一睹的这些 他们最喜欢的偶像明星的风采 尤其暴雨呢 喝彩欢呼之声 那我想呢 这些明星也在在地 受到了肯定 所有的艺人最开心的呢 就是观众朋友的肯定 和支持 星光大道呢 希望永远永远地 闪耀在我们的电视圈 各位长官 各位嘉宾 现在通过 星光大道的明星们 已经来到现场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向他们致敬 心中的明星们 闽南语及地方戏曲 综艺及教育文化 等各类型节目中 表现杰出的佼佼者 他们在荧光幕上的表现 有目共睹 他们也是观众 明星 让我们再次祝贺他们 杰出的成就 在哪里 第七呢 再次祝贺的掌声 欢迎群星们的到来 谢谢大家 我们欢迎颁奖人 沈春华小姐 李斯端先生 副院长 局长 各位来宾 大家晚安 我是沈春华 我不是沈春华 我不是李斯端 就如同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主持人田文仲先生说的 今年的金钟奖和以往 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就拿这个新闻节目奖项来说 这是主办单位 第一年把它列入 第一个颁发的项目 李斯端我想这可以算作主办单位 觉得咱们新闻奖还蛮重要的吧 大概有两个用意 第一个今年第一位 请个孕妇来颁奖 这很有意思 第二个 谢谢你啊 第二个电视新闻呢 最近只要一上报纸 就成为烫手山芋 所以主办单位希望把电视新闻 这个烫手山芋的奖项 先搬家玩 省得了事 哎 有可能 另外还有一点我也观察到了 过去来说呢 这个提名者啊 通常都是三分天下的局面 三家电视台 你一个我一个他一个 好像就这样子啊 哎 今年就不一样了哦 比如说 比如说 我们拿这个新闻节目主持人来讲来说 柜台那三分之一好像就落空了 我就说嘛 最好的都没有入围 是吗 副达人没入围 比那个还好的 不过我们这个副达人先生 很表示敬意 那当然 还有就是 基本上我还再提一个 今年的电视新闻这个节目奖啊 也是生态分布不太平均 像您的柜台好像 也是最好的那个没入围啊 最长的那个也没入围 又长又好吗 那当然更难了 不过基本上我们在谈到这个 跟沈春华都是主播 我们每天在电视上摇摇相对啊 电视主播的工作 其实来讲是蛮辛苦的 基本上我们过去电视主播 只要会说会做就好了 如今还要会侧着战 会化妆 还要怕这个鸡蛋番茄打过来 哎 对于这个男女主播来说呢 不但要懂新闻 要会播新闻 同时呢 由于新人辈出啊 还得警方被世代交替掉 很有可能 不过基本上电视主播 所呈现的后面 有一大群的记者们 他们才是最辛苦的英雄们 像今年入围采访奖的 各个都是独家 当然追求独家 而正确的新闻 都是每个新闻记者 所追求最大的职责 所以无论如何 他们所付出的智力 努力 跟对电视新闻的贡献 都是值得我们掌声的 一点都不错 那么今年的采访奖的入围者呢 有以本土题材的 那么有谈大陆事务的 还有是访问国外的元首的 那么在所有这些奖项当中 究竟是哪些人 可以获得最后的大奖 我想今天晚上裁判 就要给我们一个答案了 对 我们看看 最后得以赢家是谁 电视新闻的采访奖 同样入围的有三位 最佳新闻采访 入围的有杨培威 中水新闻全球报导 独家访问美国总统当选人 柯林顿 中国电视公司 好 又到了揭晓的时刻 得奖的是 台式公司 卢秀芳 汪明殿 大家晚安 在策划采访228专题的时候 我们曾经大量阅读了许多书籍 并且一一去探访那些 愿意揭开伤痛往事的家属们 对于每天忙于 例行新闻的我们来说 实在是相当震撼的 而这让我想到 两年前我第一次 入围金钟奖的题目 四十年回首看眷村 这也是一个触碰历史 伤痛的一个新闻题材 尤其是对于一个 父亲是山东人 母亲是台湾人的 所谓外省第二代来说 我从不认为 去爱这片土地 有什么样的困难 从眷村到228 是我们尝试 站在这块土地上的视野 来思考台湾社会 曾经走过的路 我们相信 即使是悲剧 只要有反省的能力 就会有希望 在这里 我要特别声明的是 这个专辑是由热情追踪 全体的记者共同完成的 而我们也要特别感谢 包括陈重光先生 以及燕明勋先生 在内的九位顾问们 给我们最热烈的指导 我愿意将这份讲座 也应该将这份讲座 和他们共同分享 另外还有 我的姐姐卢秀燕 现在正坐在台下 两年前 她跟我一起入围金钟奖 并且还得了奖 今年她忙着结婚 来不及报名金钟奖 但是我希望 我们之间这种良好的竞争关系 一直保持下去 谢谢各位 请相信我 热情追踪 是个好节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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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评审委员 谢谢我的长官 以及工作伙伴 镜头是我的语言 假如有机会 我碰到克林顿总统 我一定抓得住他 谢谢 贵公司 得了两个奖了 下面紧张时刻到来了 下面要颁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奖 入围的三位都是我非常尊敬的同业 又是表现极为优秀的三位女士 包括我旁边的这一位 谢谢 两位孕妇 两位妈妈 一位少女 老干心知 谁能脱颖而出 不知道 我们先看看三位入围者的介绍 新闻节目主持人入围的有 赵薇 中视夜间新闻 中国电视公司 沈春华 中视新闻全球报道 中国电视公司 李燕秋 华视晚间新闻 中华电视公司 选举的投票日 李总统 邓辉先生跟夫人曾文慧女士 今天清早也前往投票 真希望三位都能得奖 不过还是只有一位能够得奖 我是拿错了 这是颁奖人 颁奖人的酬劳带 对不起 您就痛快你行不行啊 我特别准备好了 得奖的人 竟然是我自己 对不起 我准备了几步 我说嘛 找你来颁这个奖干嘛 不是折磨我们吗 好 好 赵薇 沈春华 李燕秋 恭喜李燕秋小姐 我们这个场面应该多照一下 很难得的 我们通常都在七点钟的时候 大家遥遥相望 很少有这样子的机会 不过我想今天 我要很感谢的就是 评审委员颁给我这个 最佳傀儡奖 我想 做电视新闻做了这么久 那么在 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当我们一直面对着观众 毫不留情地批判 电视新闻的公信力的时候 身为一个电视新闻的从业人员 实在觉得 经常地会自责与痛苦 我真的很由衷地希望 两年之后电视金钟奖 在颁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奖的时候 那时候的这一座奖 不再是一场演讲比赛 而是真正地从我们电视新闻 从业人员的专业出发 经过了竞争而获得肯定 我想这座奖在那个时候 会比较有意义一些 那么 我想今天站在这里说这段话 我是觉得从业人员 应该要说出自己心里面的心声 如果 您也赞同我的话 请告诉我 我不寂寞 谢谢 我们欢迎颁奖人 林峰李秀源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秀源 这下林峰 林峰大家您先请 您先 您不要客气了 您先请 因为在上台的时候 我们节目部某一位先生 一再让我交代 多颁奖少讲话 是这样的 不过林峰大哥据我所知 您大概有八年的时间 没有参加过像电视金钟奖 这样的盛会了 我想机会难得 您还是多说几句吧 我们节目部里某一位先生 也交代 就是实在是憋不住的话 给我一分钟 有一分钟可以说 但是我看将才徐副院长上台 讲话的长度 我可以理解到 只要开了口 还是可能失控的 您是说十分钟 我已经八年没有参加金钟奖了 我以为我已经被世代交替了 但是这一次的主办单位 充分注意到老干新知这个问题 所以呢 托你的福气 谢谢 我才能够有机会 来办一个这么重要的家 文化教育的 我是新知 尤其是在我们的国家 迈入经济大国的前夕 我们一定要努力地使我们变成一个文化大国 未来才可能成为一个政治大国 我们才有可能走出中国的命运的悲传 请鼓掌 讲得这么严肃 大家都不敢读上 遗憾的就是 在我们电视界谈文化 必须要把它变成数字 大家才看得懂 数字 否则的话 节目部是绝对不接受的 遗憾的就是 我们电视界长期以来都把价格当价值 所以呢 我在此要郑重地呼吁 呼吁我们的电视人一定要觉醒 否则的话 电视将沦为媒体的低能儿 你知道低能儿吗 弱智 所以我在此地 要特别地呼吁大家要注意这个问题 我这个话讲得也许太重了 但是我们的电视病得太重了 完了 请鼓掌 林峰大哥呢 今天的确是说了重话 不过在年前呢 我们的李总统邓辉先生呢 也对我们的电视说了重话 他希望我们所有的电视人呢 都能够把电视机前面的孩子 当成自己的孩子 我相信李总统对于电视的关切呢 也正说明了他的决心 他有心要想改变我们的电视文化 改造电视文化 我很担心 我很担心就是我们的李总统 被电视文化改造 林峰大哥 我现在就发现了 这个节目部当初的这个顾虑呢 是明确的 是英明的 您还是多颁奖 少讲话比较好 但是我还要强调 只要让我开口 还是可能失控的 请鼓掌 教育文化节目主持人讲 我们先来看看入围的有 教育文化节目主持人入围的有 叶树珊 李征上游 台湾电视公司 熊吕阳 大陆寻起 中国电视公司 李燕秋 关怀台湾系列 中华电视公司 非常恭喜这几位入围的 来得奖的是 台湾电视公司 叶树珊 恭喜 确定是我 徐副院长 胡局长 各位贵宾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大家晚安 没有想到 李征上游这个 很轻薄短小 这么迷你型的一个节目 能够在 这么好的 高制作水准的 向大陆寻起 关怀台湾系列 这样的节目当中 脱颖而出 真的是没有想到 不过呢 在这儿 有几个人我必须要提出来 首先 要特别感谢的是 台湾公司的总经理 王家华先生 因为呢 力争上游这个节目 当初是出自她的构想 虽然这个节目 在播出的时段上 我曾经跟她有过争执 好在呢 她很宽宏大量 她没有计较 另外 刚才 包括李彦秋小姐 包括我们的主持人 都曾经提到了 我们从事新闻工作的人 从事教育文化工作的人 可能都有个共同的心愿 其实 不管新闻工作也好 不管教育文化工作也好 只要有心 不管 有没有经费 不管 是不是傀儡 只要有心 有诚意 这个节目都可以做得很好的 像 立正上游 我在这儿不瞒各位 我特别要感谢 台湾系新闻部的 廖藏松 廖经理 还有 顾安生 顾副理 顾副理今天不在场 不过她的夫人在 胡锦小姐 他们给我很多的鼓励 当初在制作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一方面还在研究所念书 一方面还要主持 早上的晨间节目 早安您好 另外呢 还要负责 这个节目的规划 采访 主持 甚至呢 节目的所有的宣传预告 我也要自己亲自 一个一个画面的来剪 这个节目的主持费 一百块 那么当初 顾安生先生 还特别去帮我争取 希望能够成为三百块 不过争取呢 也没成功 还是一百块 但是 即使是一百块 只要我们有心 有诚意 这个节目真的可以 把它做得出来的 像这次 李燕秋小姐 熊吕杨小姐 她们都入围 她们两位都是我非常尊敬的 不敢说是前辈 我们都是朋友 同时呢 我也是她们两位 忠实的观众 新闻人员 来投身在教育文化工作 对我而言 我觉得有两个意义 一方面 我希望我们的新闻节目 能够注入 属于文化的关怀 属于文化的深度 而我们的教育文化节目呢 希望也能够掌握 时代的脉动 希望也能够 像我们的新闻节目一样 有很大的广度 今天非常谢谢 评审委员 能够给我这样的鼓励 非常谢谢 谢谢 各位不要误会 我不是来变魔术的 当然我也不是来寻找失踪儿童 这个我是不是来颁奖 那先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唐宇切 那胡叔叔 你叫什么名字 这个 你是非常有幽默感 你不常看我电视上 这个我姓胡鸣瓜 本名叫胡志雄 我的哥哥叫胡志强 我这次能参加这个颁奖 非常开心 而且这个儿童节目奖 听说我们唐宇切 最佳入围最佳节目主持人 要恭喜你啊 会不会紧张 不会 当然不用紧张 因为价钱都是妈妈弹的嘛 自然有人替你担心 你跟胡叔叔有拍过广告啊 有 什么广告 土豆面筋 我头大哟 谢谢 你自己有没有拍广告啊 不哭了 喵喵喵 哎呀 你看看 这个广告大家印象很深刻 五岁 才五岁就会替妈妈赚钱 我们家女儿五岁还会尿床 不过还好 他自己会不会换尿布 这个 为什么当制作单位啊 这个通知我颁这个奖的时候 他说这个儿童节目奖叫我来颁 会不会说我不接受 其实儿童节目奖在我心目中啊 是整个金庸养晚会的最大的奖项 儿童是国家未来的主人 看到儿童们快乐 我们就觉得很快乐 而且呢 儿童都是 一直都是我最忠实的一些观众 所以我跟儿童在一起呢 非常开心 而且颁这个奖呢 我想 跟唐雨谦呢 我也觉得非常开心 你看小朋友 多么天真无邪可爱 而且讲起话来呢 不做作不虚伪 那胡叔叔 你今年是不是没有入围 已经很多年了 你再讲下去 你很快就变失踪儿童 那胡叔叔 你去年是不是 做了很多公益活动 多可爱 这个才是主题嘛 不过讲到公益活动 我们艺人投入的也相当多啦 这个大家都是抱着这个 取之社会 用之社会的心情 而且在做公益活动呢 比起前辈来的 我是晚很多年啦 不过一直做呢 心情非常的愉快 我的印象最深刻是在今年呢 我去圣安那育肉院 看到我们白神父啊 他呢可以说是非常辛苦 照顾那些智障 有六十多位 而且我们去捐款的时候 就有个问题请教他 因为他常常回荷兰去募款 帮助我们国家的小孩 而我们现在最近在做 饥饿三食 就是帮助非洲的一些小孩 那有人就问到 我们自己小孩都照顾不了 为什么要帮助非洲的小孩 白神父说到说 他在他眼睛当中 他是色马 他不分黑 红 还有分白 就不分各种种族的歧视 他任何小孩 都是我们天赋的小孩 所以说我觉得 这种呢 胸怀实在让我钦佩 现在已经 雪中送炭的已经很少 锦上添花的相当多 今年要特别谢谢 民生报跟台湾电视公司 举办的明星席 在座有八十几位 都是非常优秀的艺人 而且据我知道 好像大部分都没有 入围金钟奖 这就是雪中送炭 最好的表现 一直在报章杂志也看到 对我们评审委员 他们学者专家的身份 他们是权威 但是一直好像跟民意 都是走在平行线上 我希望再过几年 能够成为交叉线 希望我们评审先生 在过两年的评审当中 能抱着雪中送炭的精神 我想你们炭要送到哪一家 你们心里很清楚了 我知道了 是不是要送到胡叔叔家 这小孩子多可爱 谁忍心绑他呢 真是 不过要先送张家 张飞先生 好 我们马上先送炭 接下来这个奖跟你有关系 你有入围吗 我是郝宝宝对不对 我们看入围的有哪些 儿童节目主持人 儿童节目主持人入围的有 唐宝 李宇 假的花呀 我是郝宝宝 台湾电视公司 刘启南 儿童天帝 中国电视公司 得奖的 我是郝宝宝 儿童天帝 恭喜张家了 台式公司唐宇谦 林谦宇 你不理事傻笑啊 不哭了 对啊 要不讲话 要不谢谢叔叔伯伯阿姨啊 各位叔叔伯伯阿姨们大家好 我是唐宇谦 那个讲过了 我今天能够得奖我很高兴 本来妈妈说入围就是很棒了 我今天能够得奖我更高兴 我要谢谢张国祥叔叔 把我介绍给郑俊荣阿姨 郑俊荣阿姨还有导演 还有小雨姐姐 教我好多哦 不是你讲这一大堆没人认识啊 还有 谢谢啊 有没有谢谢妈妈呢 有没有 等一下 对啊 等一下啊 还有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大家好 哈 我们这个不是儿童节目 你刚刚不是说不紧张 觉得有紧张 我们想好再讲好了 好来 我们先让林阿姨讲 谢谢 拿到这个奖 我心情非常的复杂 怎么说呢 因为过去我曾经对小朋友 受到太多电视节目的影响 而感到心情有点不安 然而我却又在去年投入了这份工作 但是也正因为如此 让我借此认识了一群 同样为儿童教育工作贡献心力的好伙伴们 我们都一直期望能够善用大众传播媒体的力量 发挥正面的教育功能 希望将来有天真正做出一份属于所有小朋友都喜欢的电视节目 在这里我要将这一份荣誉 分享给我是好宝宝所有幕后工作伙伴 当然我更要感谢台湾电视公司以及台式文化公司 大胆地给了我这个机会 另外我要感谢我的家人 我的父母以及所有关心和支持我的朋友们 最后呢 我一定要对电视机前面的小朋友说 各位小朋友 小雨姐姐为你们领到了这片奖了 再过几天 就是属于你们的日子了 我要祝福天下所有的小朋友 天天都快乐 谢谢 公元2050年 冒险家在无边无际的宇宙 探索未知世界 太空先锋队司令官Samenza 在编号X2的外星基地执行重要任务 聚集银河代表共同返回地球 参加大家渴望的金钟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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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编号X2的歌为肖词 民歌曲 CMENZI GOO CMENZI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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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GoGo CMENZI HeyHeyHey 是我CMENZI 我带着B.O.Y 开个青春派对 This party's totally awesome 是为了准备 我们要去的机车 So verify away Uh huh Oh yeah 季廊公 我也會用金家水 有花有草有山有海 還有最喜歡的三家電視台 好壞 So come on party people 大起精神來 第一個青春團體是 該是台報 台報 不要說我壞 把你放在想念之外 愛的細緻找人喜歡 為自己只有一塊空白 把你的淚水都擦乾 想飛翔道聲晚安 不要想銘魯的小孩 浪漸全世界不再受傷害 只有你感覺真不耐 也許你可以試試看 別讓愛變成一種不耐 你要放心 你也要想哭看 對 帥帥帥 實在太厲害 他們是標準的東方突敗 如果立即高低 You gotta let me know Say yeah Yeah Say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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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 yeah yeah Say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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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on guys let's go Hurry up你開個路 給我們到底A便宜 抱小子來神力共舞 女人的心情 秋月的天氣 女人的愛情 別人的心情 朋友不笑我 心意被作用 你相信什麼 不說難懂 也無數理由 也沒有結果 這樣消失無蹤 你說變就變 轉身說再見 不留時間 讓我準備 不留時間 你說變就變 我本是考驗 這種遊戲 我還沒有學會 你說變就變 轉身說再見 不留時間 讓我準備 你說變就變 我本是考驗 這種遊戲 我還沒有學會 跳跳跳火力動 跳跳跳火力動 追風少年 正在追夢 光芒上太陽的浪萌 他是又帥又酷的吳熙龍 把所有的夢 用熱情天亮 青春歲月熊熊 烈火燃燒在雨中 把你的名字 刻在星星上 每個黑夜抬頭 遙望溫暖我身躺 要遙望 我要尋找我的路 我不會害怕風和雨 只要有你的鼓勵 不會猶豫 我要向你說謊前 我希望你能夠了解 只要追到我的夢 一定會來 追追追我追過狂風追過我自己 不會退縮 不會退縮沒有後 會有夢就去追 追追追追我追過時間 追過天地 有夢的明天 那就是我的未來 不怕霧 誰怕誰 這個派對不可能沒有他太陪 又愛跳 又愛play Tekno House Funk & Reggae 對他來長都不會累 Are you ready? Lingering in the house 集中妳的心 請你讓我帶著痴情的愛 軸進妳的胸懷 把我全部思念 一次说个明白 我要把你未来 化上新的色彩 让你会记得 我是如何珍惜你的爱 好想牵你的手 谢谢你的温柔 无怨无悔地等候 多久不曾聊天 多久不曾见面 我的心却没改变 每当在夜里 想起你的眼神 就觉得心里好疼 I love you 我才怪自己 不能好好悔你 只能相聚在梦里 请你让我带着 诚心的爱 走进你的胸怀 把我却不思念 一次说个明白 我要把你未来 化上新的色彩 让你会记得 我是如何珍惜你的爱 请你让我带着 全新的爱 走进你的胸怀 把我却不思念 一次说个明白 我要把你未来 化上新的色彩 让你会记得 我是如何珍惜你的爱 快快快 不要再等待 让我们回去那个好所在 TTV金钟站有了越精彩 我买东西公老郎在 好 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 最佳男女配角奖 的确我们欢迎颁奖人 寇时勋归雅磊 你先讲 我想我们需要沟通一下 这个谁是主角 谁是配角 我主角 你配角 为什么我要当配角 你要当主角呢 不是 现在三台八点档 我一个人演两档 收视率好啊 哦 收视率好吗 那我问问你 中式的黄土地的天空 收视率多少啊 二十多 哦 那台式的人间天堂 收视率多少啊 二十多 那 个人收视率四十多 有这么算的吗 那有怎么算啊 那好 我再问你 这个金钟奖你拿过没有 拿过 拿过吗 我怎么不知道 拿过两次 拿过两次啊 对 什么时候拿的 我前两次来颁奖都摸过了 哎呀 真可怜 好吧 让你当主角 好 那你先讲 你当主角你先讲了 不对不对 配角要先讲 为什么 配角要先帮主角暖场 对不对 待会儿该我讲话的时候 那场面才够热闹 那气势才够大嘛 哦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再优秀的主角 如果没有杰出的演员 来当配角的话 也是顺色不少了 那当然了 主角配角只是名称的不同 不过往往配角的重要性 要比主角来得大 哦 怪不得 每次一个新戏 在选角的时候啊 那个制作人呢就说 这个主角啊 这个经验不够 太嫩了 太嫩了 所以呢 在配角上就要特别地加强 对了 所以这个配角的重要性呢 它不但不雅于主角 而且配角这个牺牲小我的 这种情操啊 太伟大了 嗯 所以呢 这个配角要在主角的前面来颁奖 嗯 因为呢 让后面呢不会冷场 对啊 所以你想想 这么重要的奖项 他一定要请两个超级大牌 来颁这个奖部课 超级大牌 哦 对 我同意 同意 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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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呃 入围的是 我们现在颁的是男配奖 男配奖 入围的 最佳男配奖 入围的有江明 人间剧场返乡 台湾地势公司 张国栋 中式剧场 悲欢人生系列 回家 中国地势公司 龙龙 书界恩仇 只要能够得到可爱 中华电视公司 任何手段都使得出来 三位都是杰出的演员 我们看他们的表现 那你看这是配角的架势 真是 不一样 得奖的是 中华电视台 龙龙 中华电视台 实在很意外 首先我要感谢新闻局在今年特别增加了这个奖项 否则我还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更金钟有缘 同时也要感谢各位评审委员呢 也给了我这一生演艺事业一个第一个最大的鼓励 另外呢我除了感谢我的父母我的家人之外呢 我感谢制作人林博川先生 还有刘雪华 何嘉静 还有所有目前幕后的工作朋友 谢谢 这个不知道是舞台给人的压力 还是得奖太兴奋 好像站在这边 好像那个裤管都会这样子 你不知道 我每一次都发抖的 我以前坐在下面 当然我是没有上来领奖的经验 以前坐在下面也没有发抖 这个经验实在 应该给我一两次机会 会的 接下来我们颁的是最佳女配角奖 最佳女配角入围的有 李静美 人间剧场返乡 台湾电视公司 张玉燕 经典剧场秋绝 中华电视公司 你就不后悔 朱慧珍 一南望 中华电视公司 都是好朋友的 真是 得奖的是 王红军 不这是主任委员的 对不起 华士公司朱慧珍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要不要人陪你站 可以啊 我陪你站 我怕她支持不住啊 千万个感激 换为两个字 谢谢 谢谢新闻局 谢谢评审委员 谢谢华氏公司给我这个机会 参加艺难忘的演出 谢谢制作人唐威 还有导演刘莉莉 以及目前幕后的工作同仁 更加谢谢演艺圈的朋友们 谢谢你们 再次被演艺圈拥抱 感觉好好 而且 谢谢 演艺圈给我重生的时间 以及为生的空间 谢谢 谢谢 还有在这里 我要谢谢 因为艺术人生 源自于生活 我要谢谢我的朋友们 我的家人 我的父母 陪我欢笑 陪我哭 尤其谢谢我的姐姐 朱珍妮 为我照顾我的女儿 在这里 我想跟我女儿说一句话 芽芽 你跟妈妈手上的这一座金钟奖 一样 是我无价的宝贝 永远的骄傲 谢谢大家 我会再努力 谢谢 我珍惜 谢谢 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 有许多人 终其一生 坚守岗位 我想他们挑战的对象 都是他们自己 而且不断地要超越自己 我想在没有搬这项奖之前 我们先看一段影片 啊 我思求过去 我代言说 要去给你老爸提前呢 你刚才在八度的时期 是因为你要照机会 我才在你内心的照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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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鳥 阿鳥 很簡單 我买了他 因為我的腳架怎麼過 真的嗎 真的嗎 不痛 不痛 我想此處不必多所介紹 楊麗花她請一生的經歷 貢獻在我們的地方戲曲歌仔戲上面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頒的特別獎 的確 我們再次邀請行政院徐副院長為我們擔任頒獎人 請再次上台 掌聲歡迎 因為楊麗花沒有在台灣 我們特別邀請台灣電視公司的總經理代表領獎 各位貴賓 楊麗花小姐 楊麗花小姐 對於傳統戲劇 對於歌仔戲的貢獻 是全國觀眾大家有目共睹的 我相信呢 如果他今天在場的話 他一定會有很多話要說 有很多話要告訴大家 但是有這麼一句 他絕對不會忘記 就是謝謝全國愛護他的觀眾朋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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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土豆的啊 我在罵你 照這個樣子看下去 再過幾年我們綜藝節目的名稱 肯定更千奇百怪 比方說孝星撞地球 會變成烏龜撞蝴蝶 江山萬利群 將軍彈鋼琴 香蕉新樂園 西瓜逛花園 歡喜當家 節目停了 剛剛談的是綜藝節目的名稱 我們再談到主題曲 以前綜藝節目的主題曲 比方說群星會 是多麼優美的詞曲 聽了叫人心曠神靈 現在的綜藝節目主題曲 聽了讓人感覺得到 心神不靈 是的 半年前有一天的中午 我正在睡午覺 聽到電視機傳來一首歌曲 我馬上起身拜拜 這首歌是這樣子唱的 初一十五吃翁來 看到戲學八門開 跟爸媽說拜拜 今天要去電視台 初一十五我要不要拜拜 還吃素咧 不過說真的 這個現在的這個主題曲 跟以前的主題曲 比起來實在是差太多了 那主持人差的可更多了 以前的女主持人只要 美麗大方口齒清晰 男主持人只要 溫文如雅英俊瀟灑 就可以成為綜藝節目的大牌主持人 現在的主持人呢 除了說學鬥創鬥會之外 還有個人的特色 像這位主持人 中國有個北京 北京有產烤鴨 你如果沒有吃過烤鴨的話 你肯定沒到過北京 唉呦 這位大婶 唉 你一直在賣什麼 你看不出來這是餅嗎 唉呦是餅 那一個多少錢 兩毛錢 你一天能賣幾個 擺來個 唉呦好不好吃呢 我的餅 倍兒棒 倍兒棒是不是 我能不能吃一個 你吃 好的 在台灣那吃餅肯定要吃 越Q的越好 我看它Q不Q 唉呦大娘 您的餅 倍兒Q啊 唉呦 像這位主持人啊 唉 他就是有著非常特殊的口音 那如果沒有特殊的口音呢 那得要有學問啊 起碼得是個博士 隨時能夠出口成章 編個打油師之類的 像這位主持人 男人許孝順 女人楊麗茵 歡迎收看 怪人怪人 一隻孔雀在樹上 兩隻公雞在地上 三隻蛤蟆在水裡 四腳朝天真有趣 謝謝收看 怪人怪人 那如果不會鞭打油師怎麼辦呢 那也沒關係 像你是個女的吧 對不對 要成為綜藝節目的大姐大 就要有獨特的風格 像這位主持人 唉 歡迎收看金鐘獎 今天的特別來賓有誰呢 你猜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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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寶恰恰 有許孝順 下週同一時間 請不要忘了繼續收看 娛樂新聞現場直播 進廣告 哈哈哈哈 說真的 要在主持的造譯呢 超越這位大姐大可是一件難事 那別說你要再開另外一個節目來跟他對打 那更是難上加難 那也不難 你想成為這位節目的大哥大嗎 我當然要 你想要吃遍三台進駐週末黃金檔嗎 嗯 我當然要啊 我先講好啊 我是不跟我的徒弟對打啊 不打徒弟那打老闆可以吧 還可以 好那得找個搭檔 嗯 有哥哥會唱歌嗎 嗯沒有 有姐姐會唱歌嗎 有 可是頭髮不見了 啊 啊 有 有弟弟會唱歌嗎 有唱得很好 嗯 尤其是這一首 晚安 晚安 啊 再說一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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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真是太好了 兄弟聯手可以打遍三台無敵手 那當然 哦 真沒想到現在要成為三台大排綜藝節目主持人 需要具備這麼多的條件啊 是 因為主持人是節目的靈魂 一定要不斷的提升自己 讓我們的觀眾朋友在心腸之餘啊 達到欲教於樂的效果 嗯 兩位說真的 其實我們現在的節目呢 已經非常整齊了 不具水準 而且呢 邁向國際化 哦 有嗎 真是有一次我到日本啊 去度假了 就回到飯店的時候 我一打開電視機一看 哎唷 我還以為我還在台灣 裡面在播歌仔戲嗎 不是 是我打開電視呢 有一個綜藝節目 它的開場音樂 是這個樣子的 真的沒想到咱們的節目 已經邁向國際化發展了 不只如此 包括我們這個主持人的表演方式 已經邁向國際化 而且紅遍東南亞 哦 怎麼個表演法呢 請開 哇 哇 這裡好熱鬧哦 哇 局長你也來啦 準備在哪一台發展啊 哇 莊署長也來啦 那我們這裡肯定很安全 沒有壞人啊 哇 哇 你們也來啦 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中間這一塊人啊 是從哪裡進來的啊 都是從星光大到進來的啊 哇 恭喜恭喜啊 我也是啊 恭喜啊 你從哪裡進來的啊 我跟你講我很可憐啊 報紙上那個候選人名單 連我的名字都沒有 我跟田大哥一樣 從後門一起進來的啊 嗯 那你從哪裡進來的啊 哈哈哈 報紙上雖然有我的名字 哈哈哈 但是你知道啊 哈哈哈 報紙好難買啊 哇 沒有人鼓掌啊 不要再演下去了 不要演了 所以說啦 我們的節目真是不得了了 連日本都在學習我們 嗯 嗯 嗯 情況好像不是這個樣子耶 應該是說我們參考了別人的節目 嗯 嗯 我們模仿了別人的節目 嗯 我們偷了別人製作材 欸 我們搶了別人的 欸 你就不要講好聽一點 欸 這應該 你說 蛤 欸 這這 這是為了平衡中日的貿易逆差 在最不得已的情況之下 文化交流了一點點 一點點 一點點 欸 這就對了 其實綜藝節目真的非常的難做 目前幕後的人員啊 無非是想要博君一笑 大家挖空心思 難免啊 要從各方書籍這麼一點點資料 這也是無可厚非的事情 對 說到這兒 我們要對一個節目來表達最特別的建議 綜藝節目應該是啊 日新月異求新求變 但是這個節目已經播出28年了 風格一直沒有改變 嗯 依然受到大家的喜愛 這個節目就是 不管是哪一種類型的綜藝節目 都是許多人付出心血 想要把歡笑帶給您 也希望您在欣賞之餘 能夠給予更多的支持和鼓勵 我們會更秉持著 散播歡樂散播愛的精神 做出更多更好更棒的節目呈現給您 最期待使用我們的綜藝節目 能夠真正的不斷提升 真正的達到寓教娛樂的效果 讓我們的節目能夠登上世界舞台 邁向國際化 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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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來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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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恰恰 徐孝順 楊麟 謝謝大家 歡迎頒獎人張飛江蕙 歡迎頒獎人張飛江蕙 大明天開路牌 在當作沒心事 實在不應該 我愛你在心愛 不敢說出來 不敢讓人知道 你想看 你想看 我對你掙揚關懷 你的身命 我養是晚餐不了解 有真心 小姐 我請你給我愛 先生 都我捨在心內 有你真心比我的心 有穿我來的風吹 有了你的愛我一心 就定自己在愛的生活 謝謝 謝謝 今天真是非常難得 很少看到江蕙這樣盛裝滑服 在我們任何場合出現 這個代表今天我們江蕙對 今天晚上的頒獎典禮 非常的慎重 那當然要看是跟誰一起頒獎 是不是 來來來 我們到主持臺 跟大家問候一下 好的 各位貴賓 各位長官 大家晚安 大家好 今天很榮幸 有這個機會跟江蕙 一起在這麼濃縱的晚會上面 來擔任頒獎人 好奇怪喔 很多人都一直把我跟飛哥 兩個擺在一起 連今天的晚會都不放過 今天頒獎了 我們就不把私人的事情 拿到這個檯面上來講 不能這麼說啊 這個難得有直播的機會 我一定要在這邊澄清一下 這個媒體啊 一直把我跟飛哥的名字寫在一起 你像有時候我去菜市場啦 去洗頭啦 而且還有很多那個什麼 很久沒有聯絡的這個遠親 都打電話來講 哎喲阿飛啊 你現在是跟飛哥現在是怎樣 你也說得清楚 所以呢 今天那麼難得的盛會裡面 我希望飛哥您能來澄清一下 到底有沒有嘛 我覺得你不要太緊張 這也沒什麼不好的嘛 是不是啊 我這件事情 對於事關一個女孩子的名節啊 難得這個機會 我想說也澄清一下 胡瓜呢 他是始作俑澤嘛 那時候我們兩個人 錄了一個鑽石舞台的節目 從此以後呢 這個緋聞就不斷地傳出 對啊 所以趕快澄清一下 胡瓜是最了解我跟江蕙中間 所以我今天要澄清一下 我跟江蕙的確是有 什麼有 胡瓜是你那一國的 你問白冰冰 冰冰 他最了解我了 我怎麼可能呢 對不對 要搬人來這個證明啊 那這個事情 還有一個人可以證明 我們有 誰 胡局長 胡局長哪會知道 我們兩個發生什麼事情 對不對 新聞局長他是什麼消息 他都要遼落執掌啊 算了算了 不要講了 講了什麼 為什麼 能夠來這邊搬獎啊 剛剛是開開玩笑 我想真的呢 這個綜藝節目呢 沒有歌星啊 任何主持人啊 他都是巧妇 難為五米之吹啊 所以江蕙呢 他今天能擔任這個 這個頒獎人 我想是這個 這個名正言順 因為他不但是在 金曲獎裡面得到歌后 而且呢 他在演藝圈的資歷啊 也很深 沒有啦 沒有我怎麼能夠 跟飛哥您比呢 對不對 我們飛哥人員多好啊 能夠遊走三台 而且沒有任何的反彈 還有最近民生報所主辦的這個 最受歡迎的主持人 您居然是高居第一名 第一名 那又不簡單呢 慚愧慚愧 這一點江小姐有注意到 實在感到非常榮幸 不過好像每一年的金鐘獎 你都有提名 為什麼好像都沒有看過你拿獎啊 這個就不要講了 對 講到第一名就好了 我真的是蠻配 蠻同情你的啊 聽說明這個金鐘獎的晚上啊 你一定是喝得冥丁大醉 是不是真的 醉啊 喝一點酒油的時候 情緒不好會有 不聞的心情不好 要喝醉呢 我是很難的 真的嗎 我沒有醉 我沒有醉 請你不要動情我 哇 麥琴 請讓我高拍一點 不是 講一講你的感受嘛 不過這個新聞局啊 每一年啊 都舉辦這個金鐘獎 這個可以說是非常吃力不討好 而且這個非常繁重的這個工作呢 我們藝人其實大家 都是感同身受 那每一年呢 辦完之後呢 總是啊 這個褒貶參辦 其實這一點 我希望這個 所有藝人以及觀眾朋友呢 我們大家要共同體驗到 新聞局的這個苦心 尤其是這個 金鐘獎頒獎典禮呢 最主要的目的啊 是希望給我們演藝圈的同仁啊 給我們大家的工作者呢 給我們一份這個激勵 讓我們大家彼此有競爭的這個環境 我想這個出發點呢 是對我們藝人來說是非常好的 那每一年都能夠提名 但是我都沒得獎啊 對 我也不難過 我覺得呢應該以平常心啊 平常心啊 來對待 願意以這一句話呢 跟今天所有落選的朋友們啊 大家互相勉勵 哎呀講得真好 來來來來 接下來頒發的是 綜藝節目主持人獎 提名的有 入圍的有 綜藝節目主持人 綜藝節目主持人 入圍的有 趙明 崔立心 女人 女人 中國電視公司 他們怎麼說的 崔立心 曹啟泰 江山萬里奇 中華電視公司 方方方 李茂山 請揭曉 得獎的有 啊 哎呦 方方方 李茂山 李茂山 雖然剛剛在主持台已經說過 可是那不夠正式 所以我還要再重複一次 在台市待了真的很多年的時間 我一直非常感念 台市對我的栽培之恩 我想 今天評審委員把這個獎頒給我 主要的目的是希望我 用它來表達我對台市 上上下下目前幕後 所有工作夥伴們 我想這個獎是屬於你們大家的 雖然是第二次得獎 可是第一次有機會站在台上 謝謝我的家人 所以仍然不能免訴的 我要謝謝我最辛苦的媽媽 我的先生 我的公婆以及我的家人 如果沒有你們的支持 我今天不可能站在這個台上 最後我想把這個獎獻給最照顧我 又最支持我的台市總經理 王家華王總經理 希望您能夠喜歡這個獎 謝謝 謝謝 因為方方方在台市八年啊 對台市有一種特殊的感情 但是我想我在此 要跟王總經理說聲抱歉 因為方方方方小姐 她家裡還有一座金鐘獎 我僅此一座 希望讓我多放幾年 我想今天現在的心情 真的是非常的開心 記得我第一次來到國父紀念館 領最佳金句獎 最佳方言男歌星的時候 一下子很緊張 謝謝評審委員給我這個獎品 但是我今天雖然很緊張 絕對不會講錯 謝謝評審委員給我這個金鐘獎 謝謝 我想 我今天自己真的萬萬也沒想到 在從事演藝工作 差不多有15年的時間 沒有想到說今天會站在這裡 領這個最佳主持人金鐘獎 我想在此我要特別感謝我的好朋友 胡瓜 還有楊帆 還有我的前輩張飛先生 因為當初 我就是看到 他們非常優異地主持工作 還有可以賺更多更多的錢 所以那時候我就想 我如果想賺更多錢 我是否來主持工作 後來我嘗試了 大家都知道前陣子 我也剛剛結婚 也生了個女兒 家裡滿需要奶粉錢 但是在需要奶粉錢 還沒賺過的時候 這個過年一過 沒想到 我的工作竟然沒有掉 很多人都一直關心我 都一直鼓勵我 為什麼你們做一個那麼好的節目 沒有做呢 因為我到今天為止 我自己都還不知道 我自己都還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但是我想在這段日子沒有做工作 我想要特別感謝是我的父母親 因為在演藝工作那麼久 真的沒有讓我父母親煩惱過 但這一陣子他一直在煩惱 是否我的兒子不行了 媽媽我告訴你 爸爸我也告訴你 這個獎得過 得到以後 明天你的兒子一定有工作了 我要告訴我的太太 你放心 明天我們的女兒奶粉錢也有著落了 不管怎麼樣 我剛才特別提到 當初參與主持工作 真的是為了賺錢 但是我今天得到這個獎以後 我自己會告訴我 做一個有益的主持工作 一個好的節目 對社會是責任 所以我在此我也希望 盼望能跟方芳芳小姐 攜手合作 再組出更好的節目 來答謝評審給我的肯定 與支持 謝謝大家 大家好 大家好 各位來賓 各位長官 很高興今天 能夠站在這裡頒獎 我們今天所要頒的是 最佳男女主角獎 張晨光 剛才不是一直跟你講嗎 心理壓力不要那麼重嗎 就算你沒有得獎 大嫂也不會因為這樣不愛你啊 不是 主要是因為 今天的競爭對手不一樣 怎麼你一點自信都沒有嗎 自信是有啊 可是你看看那個石英大哥 他演了二十幾年的戲耶 這個戲已經達到如火純青的地步了 而且這次也入圍了明星席 對啊對啊 好了你不要再往事菲薄了 他們都很棒大家都知道啊 可是 競爭是公平的嘛 你去年才得了男主角獎啊 我是得獎啊 對啊 那那個張富杰大哥他沒得過嗎 那 對啊他也得了 雪華你不了解 你沒有入圍你不了解嘛 你沒有入圍你不能體會到這個心境 幹嘛 我是沒入圍那又怎麼樣呢 我沒入圍啊大家都知道我沒入圍啊 那怎麼樣嘛 因為我很緊張嘛你知道嗎 那 我沒入圍也不要這樣求我啊 那 算什麼呢 對不起啊 我不應該提到你傷心處 我沒有很介意啊 我 我不是 不是那麼在乎啦 可是 你沒有入圍 劉德凱他不會因此而不愛你啊 你有完沒完呢 你覺得你太過分了 我拜託 我拜託你不要哭了我耶 我是我沒有入圍 夠糗了吧 你 你還替德凱幹什麼呢 你明天知道他也沒得獎啊 我不會講話嘛 那你不要哭好不好 我拜託你不要哭好不好 我哪有哭啊 我們都不在乎 德凱他也不是很在乎啊 沒有關係明天再來嘛對不對 對對對 我希望你們明年雙雙入圍 可以吧 還要演下去啊 我不想演啊 我覺得這次我 這是我這次演得最爛的一次 因為我從剛剛出來的時候 我就想把它打開看 我不想演啊 你到底有沒有偷看 我絕對沒有偷看 這次的工作做得實在是太好了 保密工作做得太好了 好 那我們就來看看 今年入圍的是 最佳男主角 最佳男主角 入圍的有 張成光 中式劇場悲歡人生系列 回家 中國電視公司 石英草地狀元 中華電視公司 張復健 一南旺 中華電視公司 好好好 你放心 得獎的是 你行嗎 你有勇氣面對嗎 要不要幫你 還是交給你好 我們來看看 得獎的是 張復健 甚麼歌 什麽 是 這個小歌 從旅遊 都看不到 是 這一音り 可以 十分 感覺 我們 是 我想总要有一个人拿这个奖 最大的目的 是要鼓励我们电视明天会更好 谢谢各位评审 给我再一次的鼓励 也谢谢中华电视台 让我参加一南旺的演出 才有这个机会 谢谢一南旺的制作人 唐威先生 导演刘莉莉刘姐 编剧朱永坤先生 还有那么多工作人员 演员 另外我也要感谢 我的好朋友李国修王岳夫妇 在我演出前给我一些指点 虽然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作为一个演员很幸运 能从古代演到现代 从帝王将相演到凡夫俗子 从错综复杂的剧情中 看尽人生百态 很幸运 也蛮感谢中华电视公司 给了我一个从学习 到演出的环境 也谢谢我小时候 在戏剧学校 给我练功 教我戏的老师 谢谢 谢谢大家 庄家被拉下来了 没关系 再接再厉 接下来我们宣布的是 最佳女主角入围的事 最佳女主角入围的友张秋 中式剧场悲观人生系列 爸爸的眼睛 中国电视公司 肖爱 经典剧场 像我们这样一个家 中华电视公司 李立凤 经典剧场秋觉 中华电视公司 现在我不会紧张 你来 得奖的是 肖爱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愛你 謝謝 拜託 拜託各位維持現在的坐姿就好 千萬不要突然蹲下來綁鞋帶 或者撿東西 不然我會以為 你們在找滿地跌破的眼鏡 丁雅民告訴我說 因為在那個戲裡面 他把我弄得很沒有氣質 很刮燥 所以現在我給大家十秒鐘 盡量的看看我 因為我今天遵照他的指示 遵照他的規定 打扮得溫柔婉約高貴大方 丁雅民導演還告訴我 一不小心得了獎 很容易就會變得得高望重 被供在那裡 但是我要藉著今天這個機會 禁告各大製作人 各大導演 我的潛力還是無限 希望舊與新知 大家告訴大家 多多愛護 多多利用 現在我要開始講我感謝的人 首先我感謝評審委員 謝謝你們欣賞我的演出 我相信我的努力 你們真的看到 我感謝華視的長官 我感謝華視的長官 總經理 張經理 張經理 我替華視爭光 我還謝謝貫宗公司的林柏川先生 她今天的名字被提到了四五次 但是她值得 我還要感謝華視的編審 周緬文小姐 謝謝她的大力寶劍 以及我的導演以及編劇 丁雅銘先生的《慧眼是英雄》 我還要謝謝我藝術學院五年來教導我的師長 謝謝他們給我的專業知識以及道德倫理 我永明在心 我希望我的老師姚依偉先生 賴聲川先生 王岐梅小姐 看到我拿了個獎 能夠為我高興 最後 我還要謝謝王偉忠先生 因為在過去的半年中 她在我的戲劇表演 給了我另外一個新的啟發 也就是喜劇的表演 我謝謝這些人 最後我想要跟我的媽媽 家人說幾句話 媽媽 十一年前 我同樣站在這個台上 那是我高中的畢業典禮 你很驕傲地對你隔壁的人說 台上的那個是你的女兒 現在你也可以很大聲地對你旁邊的人說 我是你的女兒 還有大姐 你也在現場 拍戲期間 謝謝你的照顧 謝謝你的支持 還有我的妹妹 她現在在家裡 她很可憐 因為我很忙不在家 都是她替我接通告 我的父親在天上 雖然他不在現場 可是我相信他看得到我拿這個獎 我相信爸爸會以我為榮 謝謝一切的有緣人 也謝謝我自己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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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